那中非目前的关系如何呢 菲律宾的船只跟中国的海警船 十号在仁爱暗杀附近发生了碰撞 菲律宾就指控中国说这是侵略的行为 并且召见了中国大使 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则反呛说 两方的争议都是菲律宾的责任 中非连三天互呛 南海的主权争议短期之内是没有解放 想看更多精彩新闻影音 请订阅按赞进新闻 并开启小铃铛接收最新影片通知